你又沒理我 我又照交租 然後我們又沒什麼特別找他 他準時交租不要煩惱我 那就最好啦 他就找個洞 放下一些東西 吃飯 窩屎睡覺就算了 就是這樣說 殊不知 其實從頭到尾 從鎖匙時到現在 到現在兩個月 隔兩至三天 第二樣東西出 Oh my god 我覺得 西間上終於有正常和好人 我們沒有說這件事 是嗎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們剛剛做完健身 說回一個平常簡單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剛才我有感而發呢 剛才我們去做健身在咖啡店 然後就喝了杯東西 然後就吃了蛋糕 接著就接了個電話 其實一直都很忐忑 忐忑什麼呢 就是這件事應不應該和業者說 在馬來西亞 遇到一個真正的人生的好業主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 為什麼呢 不是說真的 我們租樓的經驗不多 我們租樓的經驗在香港 應該為數試過是幾次呢 一次 招過一次樓還是兩次 一次樓還是兩次 租過一次樓 是嗎 如果我自己剛出租到 剛剛出租到 應該是兩次的 我剛出來住的時候租過一次 那次那個業主 他不理你的 眼睛扔著鑰匙 就說你死了那隻 那時候又不是什麼貴價樓 這樣 接著第二次租樓 就應該是去到我們曾經買過樓之後 買了一層樓 然後樓價高又沒有再入 就租 那個業主都沒有對我們有什麼 我們沒有什麼溝通的 沒有溝通 應該是這樣說的 零溝通 你說得對 你又沒有理我 我又照樣交租 然後呢 我們又沒有特別找他 那間房子又沒有什麼特別事 所以其實我們跟業主之間的關係 一直都挺疏離的 這是香港來的 因為呢 通常那些業主 都不是很喜歡跟租客有聯絡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博弈戰來的 就是永遠做業主那個 就是盡量不要跟那個租客溝通 他準時交租 不要反對我 那就最好 是不是這樣 因為你業主 如果跟那個租客有多溝通 那有麻煩的東西 有麻煩的東西 我這樣形容給你聽先說 正所謂租客找到業主都不放好東西 就是這個問題 那與事者呢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有租樓給別人 那說真的 我都不希望那個日本太太找我 那說真的 所以說真的 她真的沒有找過我 那她在開頭那兩個禮拜找過我之後 她完全沒有找過我 我們的樓質好 就是其實沒有什麼需要 怎樣follow up 那樣的 是 是 是 她都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那而且我們的管理署都好 那她有什麼事呢 她找管理署呢 我們先鎖下牽涉 管理署又會 就是幫我們settle 和解決這樣 是不是這樣說 那所以其實呢 她都不會說怎樣煩到我們 我們也會煩到她 那其實我才擔心 其實呢 如果到時有一天我要不租的時候 萬一 即不是她要不租 而是我要不租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怎麼開口號 就是這樣說 即使她住得這麼開心的時候 是不是 因為樓監先生的 馬馬聲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 這個不可以現在擔心 這個我都沒有擔憂那麼多 那現在租樓這個呢 都想不到會 要這麼需要找到這麼多次業主 其實 自己很幸運 那葬正一個業主 其實真的很好人 其實都是 就是想不到有這麼多 意料之外的東西 需要找到業主 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這間屋 很多東西她自己執修過 和整頓過 才交給我們的 都不是一間鎖匙 沒有什麼碰過 就給我們 所以我們打算都沒有什麼的 其他樓都刺了 都沒有傢俱的了 又沒有電器什麼的了 就是了 裏面都沒有什麼工具 還有家師 還怎麼會有什麼煩呢 那家師都是我們自己的 就是了 所以這樣 都是簡單單單 所以這個樣子 就是找個洞 放下一些東西 吃飯、休息、睡覺就算了 就是這樣說 殊不知 其實由頭到尾 由鎖匙時到現在 到現在兩個月 是沒有停過 今天都還 跟業主公園溝通電話 真的 其實之前一直是用Whats 那師媽就拿口訊 對方就寫文字 寫文字 就是這次是第一次跟她通電話 所以今天這件事我記錄一下 其實我不太甘願 要去到打電話 跟業主溝通 這件事好像 好像覺得自己很麻煩 就是覺得自己是麻煩的 對 就是我以租客來說 我都盡量 少不免都不想去 直接找業主 因為你可以這樣找人 你難道我想加租 請問你接不接走 你不會這樣說 不可能 你不是要走路 要減租 有東西壞 基本上不是這三個原因 你都不會找他 難道無緣無故跟別人說新年快樂嗎 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 其實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有些minder problem 可能是維修了的東西 但是一直沒有弄好 然後又回來 重新又發生一些問題出來 所以呢 沒有辦法之下 要通知她 要再找那個人來看 或者有些minder 就是好像塞他 一定要找一個人過來 去解決他 自己幫不了的 這樣就要找 但是這次這件事 是找不到的 知道嗎 是的 本來我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我都想著自己解決 但是後來再上深一層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解決和保護 不是 我都想過 因為其實主人房熱水爐壞 未必是維修這麼簡單做得到 怕的怕 因為這層樓如果 如果我看回這個樓 由開樓到現在應該有八年樓 而那個樓是跟大廈的 所以其實有八年歷史的一個儲息熱水爐 你說真不真 說夠不夠 那如果他有問題 未必一定是可以維修 有機會是replacement 所以我也是擔心這個層面的 經agent通知他 喂 有件事發生的 其實我們不是麻煩的 那些租客來的 很多時候如果自己能力上都做到 我們都自己搞的 是啊 好像他 他南海外露台的欄杆 不是 還有很多minder 其實那些蟻啊 或者很多些 我都多不勝數 還有那個初流煙機盞燈啊 你都自己去換了 很多的補漆啊 或者有些東西是崩崩爛爛的洞啊 那些東西 基本上我都自己動手做的 就是簡單而又不會 就是整完之後 派業主說他整了他的東西那些 我都自己動手做的 但是你整熱水爐或者更換熱水爐 這個就是我 超出我們之間的關係範圍嘛 是啊 所以怎樣你這些都要通知一下 業主一聲啊 是 其實我的船不是很明白的 有提及的話說的 就是這間叫ACE的 不太好 應該很多人都認識的 但是我心想 就是樓上它通常都有一間DIY頂裡的 是的 那我心想一下 DIY的價錢這麼便宜啊 還有它有這麼多元化的東西可以賣啊 其實ACE都挺能生存的 就是它的價錢貴很多 但是它走的路線就是很仔細的東西都有 而且是入口貨 而且它就很舉世無為的小五金或者什麼 它都找得到 我告訴你 我經常見到沒有人 但是它的價錢是很貴的 就是它的價錢一直都是DIY的五至十倍 或者是三四倍 但是為什麼它還能生存得到呢 通常我看到給錢的時候 都是一些外國人的 就是它不是本地的 就是那些金頭髮鬼佬那類的 就是它們在外國呢 是比較是這一種的 但是貴一些 但是什麼都有很精準 很齊的質素很高的那些 是的 所以有時候見到忍著我 其實買一樣東西已經夠了吧 不是 它們不介意貴 有時候外國人買東西那些 它們不是算貴不貴的 它們是算有沒有那樣東西 和合不合小 就是貴都沒有辦法 都會照買的 因為它們是這樣想的 那無奈之下呢 那我們都要通知業主 因為 因為這件事始終是它家裡發生的 是的 沒有理由燒了熱水爐的電子板 都不告訴它 是的 而且都燒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看到 發覺是一個燒著了的 燒著了的 燒著了的 燒溶了的 燒溶了的位置 是的 然後那個維修人員就說 你千萬不要用啊 要不要火灼啊 這樣 那這件事其實糾結了一個禮拜 那不關業主事了 因為業主都要想一下 怎樣 補充 要補充 那它都要做一個報價 那其實都 傳染了十天八天 沒有熱水爐用 在主人房都沒有所謂 因為最後兩個廁所 但是我想講這個 topic 是講 那業主的態度問題 那業主的態度呢 是超乎我的想像的 因為正常如果業主呢 在這兩個月來呢 不停地找它 就是間歇性 雖在那些東西 又不是堆在一堆 就是你弄完這件事 隔兩至三天 第二件事出 接著不夠五至六天 那件事又翻出 都不知道是我們 沒錯 就是龍年不利 真的 接著就是 剛剛才有七天 大家冷靜期沒事 打算完這件事 大家斷絕來 枉債交租 那兩年 接著 接著又有事發生 我心想想 What the 啊 想怎樣呢 究竟是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是的 但是你有很多時候 這些事情 不會一次過發生的 就是其實 之前都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事 一次過找人來做 就方便一些了 也都正常適合 通常你大概 兩個禮拜左右 你有時就出了 沒有東西都不找人 你很少纏繞到 我們現在兩個月 都還有事大家在溝通 真是很独特的個案 這件事 搞到我自己也覺得 有點煩精的感覺 覺得自己很煩 是的 我覺得自己很煩 因為我很討厭人煩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煩 你知道嗎 我們都很有耐性的 等到今天 業主終於有消息回來了 那業主終於有消息回來了 他一下子給一個 是最好的解決 但我又很不甘願聽的解決 他就說 我決定要跟熱水楼的那個 鍵 整個換了 整個換了 然後 我不想再再重遍發生 再有問題 然後我想解決這些問題 不想再煩 因為他說 如果這樣做完 不是這樣 那再發生 都會有問題 快点点赞, 分享, 和订阅我们的影片 他说是热水炉式, 热水炉式的储水式比较贵 是这样的, 处理会再发生 如果换一个即热式, 便宜的炉, 就会穿过电线 所以他就宁愿决定将整个炉换过, 弄坏天花再弄 其实我觉得, 哎呀, 第一, 你重新, 家屋要再这样弄 没有东西又要再有东西, 我觉得不想 第二就是, 其实我都不想他用这个超出他预期的钱 去做了这件事, 其实没有这个需要做了 好像浪费资源那样, 因为过来几年你说很舊不舊, 很舊不舊 其实我们建议他, 你可以维修, 你可以维修 我们有这样的建议他,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换个新的 那我最主要说的是, 业主的态度 原来马来西亚的业主, 其实是这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个, 其实都未必是个个 应该说我人生之中遇到一个马来西亚的好业主 我们幸好遇到一个好业主 你又这样想, 刚好遇到一间这么多问题的屋 接着就遇到一个好业主 遇到这么多问题的屋, 你遇到一个不好的业主 你就很头恨了, 真的 每天都说,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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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不是啊, 阿蘇说有些, 听了就当听不到啊 就是有些, 其实应该不是那么多好 如果阿蘇不会这么说, 很多呢, 很多听了就当听不到啊 听完都不知道啊, 大有人在 那不用说什么, 说我们以前写字流啊 其实你人生之中遇到一个很幸迹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 所以我都觉得自己挺有时的 就是我们在一个这么有问题的时候 遇到一个这么适当的人去应对 那你如果遇到一个是很 拾问狗不认, 或者你说什么就说不是啊 那些呢, 我想一激到上天花板了 真的, 真的这么说 那这个业主呢, 还坚持呢, 你叫他不要花那么多钱 因为为什么今天会打电话给他呢 其实这个情况之下, 即Bot С已经讲不明白了,大家 我们想跟他讲, 喂, 我们不想你换 是因为, 除了是不想搞到那么大, 複杂 就是戒弄天花搞的之外 第二个原因是, 都想你最简单的情况之下 最少钱的情况之下 就已经解决了他, 对大家都好 对, 你都坦白说, 其实我都不想你花那么多钱 可是你, 业主是反过来, 就是我第一次听的 他就反过来说, 不是啊, 我其实想一次会解决他 不想再重複發生 然後不想多干擾你 她說了一句話 她說我們都想你Stay Safe 和Safe Come First 然後不想你安全性或者各樣東西有問題 她還說因為 做一個Homestay好的狀態給你去住 是我的責任來的 Oh my God 我覺得 世間上終於有正常和好人啊 我真的覺得是 她這樣說完之後 她的心都覺得很舒服 很甜蜜 終於世界上有人說正義和正常的說話 是和一個很良心業主的說話 施瑪你講得到 是啊 所以我們覺得 very good 真是 說真的 我也不相信 不是每一個馬來西亞的業主 都是這種概念的態度 我們都遇過 好像我們以前寫字樓說真的 初初做漏水 業主都沒有什麼的 都做 但是當她寫字樓超越第二和第三次漏水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吵了 但是她說真的漏水真的是她的問題 那怎會說 我又和你做漏水 但是漏水是你的問題 那她就會開始吵了 因為她用的錢多 就是租金不高 但是你花錢多 她就開始吵了 居然是有人的概念那麼清楚 就是覺得 其實這是我們責任 她在WATS之前寫下去 都令我有一點點驚訝 因為師傅跟她說先的 就說不好意思啊 經常找著你 好像不停找你弄東西或者什麼 然後麻煩了你 不過我們都不想弄那麼多東西了 我們想簡單簡單弄它就算了 希望不要打擾到你 然後她寫字樓的時候 她很客氣 是啊 她經常說不好意思啊 就是令到你們這麼不方便 那就是以業主來說 都有責任做到一個家 是讓你們可以住一道舒適的家給你們的 所以這件事是令我今天不拍片記錄 這件事不行 因為我覺得世間上還有好人 大家千萬不要萬念俱悔 還有千萬不要將自己 吻滅良心 覺得人這麼壞 我又這麼壞 其實因為世間上真的還有好人 那看你能不能遇到 好 因為機會比較小一點 今天的言語之間聊天 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聽她講話的speed 和那個廣東話 我懷疑她是馬來西亞華人 她懂得廣東話 但當時看樓梯的時候她是講英文的 就是有見過她 她應該我們估計 她是馬來西亞人去新加坡讀書 然後又可能在兩邊有做生意 走來走去的一個業子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是 為什麼呢 她講廣東話的那些音 跟新加坡人講廣東話是一樣的 就是跟馬來西亞人講廣東話 是有一點點的音不同的 而且她講話很快的 是 因為她講話很少 馬來西亞的朋友 講話會 如果通常我們在馬來西亞 看到這麼厲害 又這麼精準 又這樣講話的時候 九成九都是新加坡 他們叫馬來西亞人 新加坡 即是在兩邊走完讀完書 然後又在兩邊停留 或者停留馬來西亞的時間 不夠新加坡多那種 所以不怪之 業主經常說 她剛剛有在馬來西亞 她經常這樣講 每隔幾天 我們經常找別人 就知道別人 本來沒有理由知道業主 是不是在那裡 但是呢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找著別人 搞得我們知道別人 經常在馬來西亞 就是沒有理由經常都說 我們懷疑 我們懷疑 可能別人去歐洲 就是這麼說 我們懷疑 但是不論怎樣都好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就是人生之中 你遇到一個好人 你的心情都會開心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 我只是覺得今天很美滿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就是我覺得是 租人這個責任心 就是有時候 有很多人就是 租朋友給人 或者買一些東西給人 或者做一些東西 就完了就算了 就是沒有一個服務性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生活 和對人家的態度 人家 就是你可能 把你最低的層次 或者做一些東西 去補給別人 你就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別人接受 那個心情很差 你感受不到 就好像 你現在扔了一條鑰匙出來 才說 我們曾經的寫字流 因為我們有兩層 是說被人打劫的 沒有 好 好 沒有 好 看見這件事 我們沒有說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都很硬 很硬 樓下那個被人 我們那個閘口 那個閘口貼了 都沒有門的東西 都被人破開了 我們入口的關火 就在我們加溫所之前幾個月 兩三個月 接著中間那層 下一層 就被人破門入 偷了幾百元 電腦什麼都沒有偷 只偷現金 接著我們就沒事了 沒有上我們二樓 但是問題這件事 好像我們跟商業大廈的業主說 有跟業主說的 但是業主的態度呢 愛你不利 那怎樣 現在你補了幾名 就是他不想來 不是 他還說 這是你們的問題 保安的事情不關你的事 這個是你自己的問題 然後還說我們全部的東西 不會維修 不會成功 所以合約之後 鐵閘被人叫爛了 包括所有的東西 都是自己 無緣無故我要把錢 去整樓下 光復和鐵閘啦 加了幾個水 然後其實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而且業主覺得 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 去對答這件事 這個都是一個馬來西亞的壞 就是一個老人家 他不是老人家中年 你又見到其實每一個業主 對這些事情的態度 有不同的啟發 是啊 那就是他不想來 你自己搞定 總之所有的費用你自己出 就是他不想知道這件事 就好像我這樣 其實初初我都曾經有一個 我租給那個 日本的業主的時候 他要求我要靠靠 他要我把肉缸膠邊 企鋼 其實那個不算舊的 那個三四年而已 但是有少少的跡 但已經洗掉了 因為日本人不是很清潔的 那他覺得那個膠邊 就是紫水邊 他還是覺得很舊 接受不到 他簡單的說 他的英文就是 I cannot accept 那些呢 就是那些 I cannot accept 那些 那我又覺得 算了又不是很貴的東西 那時候我特意找阿哈活 幫我換了給他 因為我就訂了那些 Shoppy的材料回來 其實我自己也換到的 但是因為 我又不想業主和租客之間 有太多交涉的時候 真的不想 那我寧願找人幫忙 去換了他 找些工人 阿哈活找些工人幫我換了他 跟著 你想想 其實 是好 業主和租客之間 會有這些 差異 是不是媽媽 文化差異 還是什麽 會有 他又不是文化差異 有些人要求很高 是要求差異 是要求差異 即是他覺得這樣是接受不到的 就是 但是我們覺得很小事 就是 然後你會覺得 那難道拿這件事來爭 我覺得不行 這件事真的 你自己搞了 不是我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 算了不要爭辯了 可以做就算了 是的 那我好像這間 我住的那間 它真是黃曬的 看來太陽曬到整條 變成那些 30年煙的煙屎雅 那我自己都是 訂購品自己換了它 應該全部是透明漂亮的 那我都沒有找到業主做這些 我沒有通知過這間新屋的業主 但是我那間 人家是要求我找工人來訂貨幫他換的 那所以你想想 其實很奇怪 所以我就說 我們是好租客 是 分享一下 其實有些人 可能馬尔沙還未被人買樓 那會租樓的 那我都給我自己親身經歷 你感受一下 身為一個馬尔沙的業主 租樓給人 又或者租別人的樓 那種深情的看法 和那種差異 就是在這裏 我們都很幸運地遇到一個人 其實這個樓是未整的 現在是在安排時間的 到時候整好之後 再等待給大家聽 但是這件事都陳鷗落定 就是這樣做 好 那我們終於遇到一個好人 拜拜 記得訂閱和like我們的頻道 在哪兒啊 在哪兒啊